关于大世界外电焦点带您来看到是乌尔战争是不是会出现转折呢 俄国总统普廷5号在一场论坛上预言 如果外界切断对乌克兰的援助的话 乌克兰最多只能撑一个星期 由于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被罢免下台 下一届的议长很可能不会继续支持援助乌克兰 这也让普廷捡到枪 普廷还表示说华格纳佣兵集团的首脑伯里格金的坠机意外 并不是飞弹即落的 而是飞机上有人引爆手榴弹导致空难 普廷一边讲一边弹手指 声音还相当清脆 美国众院议长麦卡锡下台 普廷似乎捡到枪 如果下届众院议长不支持继续援助乌克兰 不仅拜登紧张 泽伦斯基也坐立难安 普廷出席所记一场国际论坛 还趁机挑拨欧盟与乌克兰的关系 普廷表示欧洲对俄国实施制裁 结果伤害到自己 在经济上逐渐失去竞争力 普廷还夸口说 以俄国的经济实力 足以支应战争的军事开销 华格纳佣兵集团首脑 普里格金八月坠机身亡 事故原因又有新说法 普廷表示 调查单位在罹难者体内 发现手榴弹碎片 推断是有人在机上引爆手榴弹 导致空难 刘勇伟编译 请不吝点赞 订阅